到第三天了 吵架这个 插旁不说到他 插旁不出奇 还有两个礼拜 没有看看昨天 二十八百 昨天说的 随着个案上升 政府要严格执行隔离检疫的安排 怎样啊 怎样啊 我没说大针 如果确诊和同住家人共用一个睡房和洗手间 你从美国回来的 都不说你从大陆来的 个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和洗手间 九十九个百分比没有 有些人有三个房 两个洗手间 三四个房 那些已经是几千万的豪宅才有 大多数人是一房两房一厅 对不对 两房一厅 甚至三房一厅都是一个厕所 那么确诊者共用一个睡房和洗手间有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间房就很好的了 其实公屋就糟糕了 那你隔开它 保持五尺距离 通风 是不是 厕所当然要时时开着 开着抽气 让它通风 而且最重要是洗手 而且不要接触 最多如果家里有个人不想染上的 那就戴个口罩了 最多保持距离 纵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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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 死了一整万人不见你说 说不出 现在突然说这些事情 第五波余波 根据昨天 何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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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说 余波而已 多了几百人 那怎么办 现在竟然说 当国会安排双方人要指定措施隔离 如果你是住公屋 麻烦你去旁边 你家里有三间房两个厕所 我可以安排一个人旁边 你老门又是阶级 不见得他要小心一点 不可以的 他多小心啊 如果他容易中 你家屋大大多几百尺 又怎样啊 两个厕所又怎样啊 因为我可以感染 你走出走入就感染了 没有抵抗力和他不小心 最小心就是保持三尺 两尺 站起来和洗手 不是水手间要独立 要得了的 你放上烟都撞上一堆了 你叫人运去那里隔离设施 他说似乎需要重启这个社区隔离设施 不是那些人都被炒掉了吗 那些人重启 视乎需要 说而已 是不是 说已经够了 另一件事是加拿的 本周四起 我不知道他怎样搞啊 进入酒吧等厕所 加拿的 已经 已经复诊了 已经搞了那些老人 现在搞了那些 那你搞这些就合理一些 这些地方是容易出现群聚 个案等等 群聚事件 是有的 好了 那厕所呢 我不是想你叫他封了那些酒吧 反正我不去 我不是我不做那些事叫人做的 你说我是萧山吗 我都不敢走的 封了他封了他封了他 丢了他去荒岛 好了 进入酒吧 固惑需出自24小时快测阴性结果 这样看一看 你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就是多些做快测 测到你才拿去 大家想 如果我是不测 我就不测 我要测 我测了 那条棒 放两个礼拜都可以 还是看到阴性 你怎么知道我那条棒是假的 其实如果你要安全 就是进入的时候做快测 那你也是 一几分钟而已 我不介意 如果我要去吃东西 或者我去吃东西 我去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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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没有特别要求 政府没有要求 但是他说 要去吃东西 我自己去吃东西 我去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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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30元 没所谓 但是 我又觉得 一事同仁 以后去餐厅也是 你酒吧也是去餐厅也是 好啊 香港人是这样 被你管得惯了 被管得惯了 被管得惯了 什么东西都遭你 吵架的 是吧 那我不知道 你喜欢怎样 你喜欢 了定 三天了一天 每天去酒吧 不需要几十元 但是你出事的时候 究竟标示是今天 还是二十四周期内 要不验到呢 我不知道 可能你的科学很厉害 去酒吧也 多多顾忌 不去算数 是不是 等厨所 我不知道等厨所是什么 是吧 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 全世界都没有这样 取消了 人家中招 中招 中招就中招 有默沙冬 买了很多 等阿超做 这些聪明的时候 留一点点给阿超 阿超也是太蠢了 终于有些可以显示 他有点智慧的东西 做不做我做 不肯定 啊 如果他去取消这个 疫苗突然症 我首先去剪个法 但是你看 吹什么 不剪一样 什么好地地 是不是 至于陈肇始 究竟他干什么呢 不知他 因为还要做事 还要什么 就出来说话 但是想想心态多差 想想这些坏东西 搞得去喝酒的人 是不是 要人了一下 那就没所谓了 其实真的可以 你去到现场 酒吧我给你 进厕所聊聊 不喜欢在这儿 在现场 或者找一个角落 遮住 每个人进去聊一聊 然后 陰性就快点走 不是阳性就快点走 那也不是太麻烦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但是 开个方仓医院 你看看 我看死他 是靠客的 那好处是什么呢 他提出这些东西 就是说 做定一个声势 这个刹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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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蛊惑的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立刻跌 你根本不报 你得了的 我报给你听 你就上去门福检 接着就说 不行 接着看 你家里没有两个厕所 那你就麻烦你去光仓医院 我直接不敢打电话 告诉你我中了 我宁可不敢吃 不敢要你什么疫苗豁免 是不是这么说 立刻会不见了一半 即是现在800 立刻没了400 他一说做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开回 他现在不是可能 可能 他突然开的 可能 绝对不应该的 为什么呢 医院现在有位 现在最多是几百人 开什么东西 是吧 世博那些开什么东西 酒店就可以 安排酒店就可以 还开 方想医院都不人道的地方 用不人道 叫邓炳强 找警察守住 抓人去 不去 抓 这样搞的一件事 搞不成 搞成了 没什么大力 过了一个月 可以执行 那些什么 那些隔离中心 这些疯狂事 但是你说出来 这个财婆陈朝驰 这个财婆说出来 足以阻压 所有人不去报 中了都算 不出声就算了 是不是 你会害怕 抓了我方仓 不报 发烧就有他 然后 喂 没针子 你不能去 有咎 我经常说有咎 他就是这样 不想要报 好心你们 不想要 不想要 你不取消也不要去 你自己去到 我现在可以吃东西 是不是 那你问我 你怎么 我不去 不好意思 我吃不到东西 不想跟我聊天就算了 各自回街了 我们WhatsApp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不介意 是不是 我不会因为 我要到处找朋友吃东西 我就会打针 我狠狠 好 各位继续努力了 有四千人游吗 是啊 又多了四千人 好 完了今天 好不好 都算是说得不错 我以为没什么新闻 没什么新闻 没什么新闻 今天梁杰玲 不要忘记 大家 那我们 其实我本来想拿他做话题 但是又 接着很多日了 而且有什么说 不知道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那天一定是 提提大家 互相提提 是不是 还有就是 Facebook有很多 淡出来 海外的人 多说些 多说些 大不大 香港的东西 你又不更新 说这些 这些要说 没人听 没人听你们不说 因为 我知道的 我也是 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怎么也要说一说 对不对 反正我整个小时 这么长 说一会儿 我一定说 头头尾尾尾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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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卓宜都没有什么 我都不知道 不是那天怎样都说回几分钟 到那天才知道 是的 证明那些责任在流亡的KOL那里 懒人这些 是不是 好 看看有没有人有东西想说 慢慢剪头发 不要灭 炮炮响 不用赞我 我中了都不报 是不是这样子 自己剪头发 剪头发就惯了 如果你有两脑家里面更加 如果我剪头这样 其实我剥头发脚 剪头发脚 次次剪头发脚就行了 后面一样 照办照 因为你的手很难搅 以前有些剪是有个梳的 就这样剪就行了 现在没有就算了 有它长一点 再长我的剪也不难的 是不是 不难的 不过后面没所谓 我不是介意的 因为出镜保持着的样子 端正的样子就比较好一点 那些人喜欢喝酒聊天 怎么会怎么办呢 怎么会算呢 这样就剪头发脚了 我奇怪是 究竟二十四指尺 你能不能查到 究竟那个 剪头发脚的样子 不过鑑证 能不能查到二十四指尺里面 那你就立即剪头发脚了 然后放进冰箱 就是 时间问题而已 过了气的当然了 我聊完放进冰箱 整个星期都用它 去的时候就带着去 这样 直接在现场聊 我觉得做人越聊越避露越大 好 好像没什么人特别 有什么 好了 多谢大家了 三点半有这个跨世代地谈 我们讲一下乔婆昨天那个 那个最后一次行政会议 我讲得多了 Jason也讲得多了 我们闲解释会有时候会讨论到一些东西的 好 记得三点半 Jason那边 多谢各位